数据显示,全世界每年有约800万人死于癌症,肿瘤在生长到一定程度后,几乎不可避免的会通过多种途径,将癌细胞拨散到周围淋巴结合其他器官,这些癌细胞很快令气炉藏,发展出更活跃的运动性,更强大的耐尿性,更丰富的鲜身血管,同时对宿主免疫系统产生极大抗性。 这是恶性肿瘤患者最大的致死因素,因此,克服肿瘤转移成为延长癌症患者生存期的重点问题。 今日,科罗拉多大学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,阻断转移肿瘤细胞的自视作用,竟然可以遏制肿瘤转移,不让转移肿瘤细胞自杀,就不会形成转移造。 这简直非以所思,按惯性斯文,肿瘤细胞自杀,应该促进肿瘤消除啊。 怎么回事?这就要说说肿瘤细胞是怎么自杀的。 所谓的细胞自杀,其实是细胞的自视作用。 自视是将细胞内受损,变性或衰老的蛋白质以及细胞器运输内容媒体进行消化降解的过程。 肿瘤一旦形成,自视可以通过限制炎症,清除有毒的为褶叠蛋白,除去生成活性氧醋的受损腺粘体来抑制肿瘤形成。 过去,我们普遍认为自视在肿瘤移植中,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。 然而,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,肿瘤细胞的自视作用,同时也会消除受伤的肿瘤细胞,而其产物还是癌细胞丰富的营养来源。 也就是说,自视作用对肿瘤细胞的作用是其实两方面的。 而对于转移的癌细胞来说,自视作用的促癌功能被发挥的淋漓禁止。 2.4 表达与转移性癌细胞自视作用关系 肿瘤细胞在获得转移特性后,究竟发生了什么? 让自视作用成为转移造型成的一大助力。 研究人员发现,转移性癌细胞跟普通癌细胞,即没有转移色性的癌细胞,最大的差别是一个叫ID4的蛋白水平。 有研究表明,ID4蛋白由于矮精液ID4编码,转移性癌细胞中ID4基液启动子需DNA发生了高假计划,导致基因沉默。 因此,转移性癌细胞的ID4蛋白水平,远远低于普通癌细胞。 转移性癌细胞就是通过降低ID4蛋白水平将这一过程中,面对的血流解阴力,失潮凋亡,免疫细胞识别杀伤等9981难,反馈给自制主义融媒体。 这时候激活的融媒体全都去快速处理受损的细胞成分和细胞废物,并迅速将其转化为正常转移性癌细胞的养分,而其他作用小到可以忽略不计。 也就是说,转移性癌细胞的自制最大的作用,就是将转移道路上的垃圾打扫干净,确保仍有转移能力的癌细胞到达转移造。 转移性癌细胞和普通癌细胞在CQ处理后的不同表现,CQ抗性细胞的表征,那要怎么阻断转移性癌细胞的自制作用呢? 研究人员用自制抑制纪律区处理了不同的肿瘤细胞系,发现普通癌细胞只是生长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,而转移性癌细胞则大量死亡。 更有意思的是,它们将CQ作用下顽强,存活的转移性癌细胞与CQ共同培养。 几代完之后,这些细胞出现了CQ抗性,但是,同时这些细胞失去了转移能力。 几步的研究发现,这是因为CQ增加了ID4蛋白的表达。 只要敲除ID4基因,CQ培养的转移性癌细胞,就能恢复转移能力。 也就是说,此事意志际可以有效阻断肿瘤转移。 而且,不用担心抗药性问题,因为这些转移性癌细胞获得抗药性的代价是失去转移能力。 敲除ID4基因后CQ培养的转移性癌细胞恢复转移能力,阻断肿瘤转移转移, 保证效果的重要举措。通过阻断转移性癌细胞的自视作用来遏制肿瘤转移,是研究肿瘤的先思路。 同时,ID4就望成为肿瘤自视预后和肿瘤容媒体功能的预测指标。 该结果仍是更多临床实验验证。我们尽待佳音,参考文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哦!